欢迎收看由现代保险杂志计划制作的 健康保险大家谈 我是黄秀玲 今天是我们第1233集的播出 我们今天谈什么呢 我想观众朋友平常每一天都少不掉的东西之一 就是水果 台湾一直都被称为是水果王果 我们吃水果真的是很方便 很便宜又很可口 可是可能我们都没有去想过 我们在享受这些水果的同时 其实这些水果都是我们的果农们 看天吃饭心情耕耘的结果 每一颗水果的后面都有农民们的努力 当然台湾的位置很特别 我们再加上近年来 全世界的气候变迁非常的快 所以使得我们经常性的 不是风大就是雨大 不是太热就是太冷 这些对水果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威胁 幸好我们农委会已经推出 跟水果有关的保险 过去当然农民们如果遭遇到天然灾害 主要都是靠政府的现金救助 可是我们从很多数字都可以看得出来 现金救助老早都已经不够弥补农民民的损失了 所以也难怪我们政府花了这么多的心思 要想办法利用保险来照顾农民 今天我们第一次做跟水果保险有关的PK很有趣 因为很多人从来都没有听过原来水果是可以保险的 我们今天要挑选三种水果来PK 既然要第一次做水果PK 我想各位一定都知道台湾之所以被称为水果王国 最早是什么呢 香蕉 那我们看到香蕉 这个是大家都很熟的 几乎我们每一天都吃得到 都看得到 一年世纪都看得到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呢很娇嫩 有时候非常贵 又被称为是水果之王 什么呢 莲雾 那各位呢很奇怪吧 莲雾长这么漂亮 这个季节还是可以吃得到 好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呢被称为是国民水果 芭乐 这也是我们经常性都会出现在 我们家里面的水果 那今天呢我们就选这三种 大家都很熟悉的水果呢 来做一个水果的PK 那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要来帮我们做水果保险PK的 当然水果保险 要有水果保险的代表 水果要有水果的代表 那我想我们请我们今天的六位来宾 自己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香蕉收入保险的推广代表 行政院农委会农粮署主任秘书陈启荣 大家好 我是香蕉重要产区的美农区农会总干事 钟清辉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刘彦静 代表台湾产物保险公司 介绍联屋保险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冰冬 南酒 我是蔡顺德 是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国泰产品林军仁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介绍 我们公司的番石流保险 主持人各位观众好 我是来自彰化西州的巴拉农民代表 郑子彤 欢迎六位 我们节目第一次有这种 从北到南到中的来宾都有的 可见我们这个农业保险的推广 还有我们的水果遍布在台湾各地 不过我想我们先开场的介绍一下 到底我们台湾这么多水果 台湾的水果真的数都数不完 台湾有这么多水果 现在哪一些水果是已经有保险的 哪些是没有的 我们请农委会的农粮署的主秘 陈主秘来为我们说明一下 主持人各位观众 农委会推动农业保险 从104年开始推动 包括一开始事办的梨 或是今天的几个主角 香蕉 莲物 巴拉 还有释迦等 这些都已经开办农业保险 目前已经开办的水果保险 总共有10种 全部如果加上水产品 目前开办的农业序的产品 总共有16种这么多 那哪些水果还没有 如果大家比较熟比较常见 比方说农业有没有 目前还没有 我们除了刚刚讲到的以外 包括像凤梨 文旦柚 田氏 这一些都已经在开发完成 那未来包括红楼果 桶干 葡萄 西瓜 这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 这个很知名的台湾水果 也都会开办农业保险 那办或不办的考量是什么 我们开办这些农业保险 会选择种植面积比较大 农业受灾 经济价值比较高的水果优先来开办 未来希望开办的农业品项 农业保险品项越来越多 也帮助更多的农民 其实我们农民朋友 对农业的救助 过去的习惯都是现金救助多 讲到保险的时候 我不晓得农民的感受是什么 因为我们主命代表香蕉收入 所以我就请教总干事 比方说你们是怎么知道 农委会在开办水果保险的讯息 还有农民刚听到的时候反应是什么 其实农民刚听到 这个香蕉收入保险的时候 他们第一句话说 就是说政府会帮我们负担 部分的一个保费 我们在农民的一个香蕉收入的时候 在种香蕉的时候 因为以前真的都看天吃饭 以前的话大概都蛮期待 像今天台风要来 最好是少到别人家的 不要少到我家的 我的香蕉就可以卖很好的价格 除了担心台风以外的天然灾害以外 也怕盛产的时候 可能香蕉一公斤好的时候 可以卖到一公斤一百块 可是也有卖到一公斤不到三块钱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农民其实他们是充满的一个焦虑感 所以香蕉也变成是他们的一个焦虑的来源 所以在这个香蕉收入保险在推出的时候 农民会觉得说 如果可以有一个香蕉收入的保险 让我们的收入可以更加的一个稳定的时候 那他们愿意说 那我们来负担一小小的部分的保费 那再加上农粮署的协助 那对农民的收入的稳定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顺便请教阻密一下 现在有了保险以后 政府的天然灾害救助金是并行的吗 对 没有说不是取代的 对 是并行的 是 好 那再来我想我们看这个联务 我想请教贵公司台产 开办联务保险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水果保险 目前我们是开办联务保险 就能作物了 那时候选择联务的原因是什么 那因为最近我们天气异常 那就是我们台湾产物 就是响应政府推动农业保险的部分 那除了刚刚以高经济水果价值的部分 我们就是选定联务 那另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屏东县政府 希望给我们的联务果农 有一个很好的风险分散的一个保障 所以我们就是以屏东县政府 占全国的联务的种植的面积 还有它的产量 还有它的总产值 在全国比重7成以上 所以我们就以屏东县政府 这边的一个联务 作为一个保险开发的首选地方 是 那蔡先生农民是怎么知道说 有联务保险可以买的 因为是我们我们联务提供的 我们联务提供这个联务保险的时候 我第一个听着我就先去报了 因为联务的话 所以有这个政府你第一个就来 对对对 因为刚刚的红胎真的没有大人想的 所以联务有这个保险当然我们很欢迎 是 是 农民的反应怎么样 刚开始的时候会感到 会感觉很奇怪 现在一旦报到就没钱了 所以大家都很欢迎 一事变 变有理赔的话 就比较容易接受 对 那再来是国内设计的巴勒 因为刚刚台产说联务是比较高经济价值 它相对来讲 巴勒是不算是经济价值那么高的 对不对 那贵公司为什么选择巴勒 我想翻识了 对台湾民众来讲 它是一个 如刚才主持人所提 它是国民水果 是 那在整个台湾来讲 几乎一年四季都在市场或水果摊 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水果 它除了它的营养价值高 它有它高的一个经济价值 那我们也是想到说 农民这么辛苦 在种这么好的一个水果 那天再来的时候 其实它得到 它却没有得到相对的一个保障 所以我们促使我们去想象 说规划这样一个保险出来 是 好 郑豪姐 你是种植巴勒 对 那你是怎么知道有巴勒的保险可以买 我们也是透过在地的农会 就是去了解到说 国泰释法产品有做这个保险的宣导说明会 然后我们就前往参加这样 那农民反应怎么样 基本上因为就像主持人提到的 巴勒是属于国民美食 那单价相对来讲比较没那么高 在农民的反应方面 他们就会觉得说 我要卖多少的巴勒才能 就是去买这份保险 对 所以就是在一开始推广的时候 其实投保的人没有很多 那但是因为我们算是我们那边的轻农 那我们的想法就是觉得说 买一个保险是买一个保障 不是要透过这个保险来赚钱 而是多一份保障这样 好 这个观念真的很重要 好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的PK中 所以你在边收听的时候 心里头就要去想 你觉得哪一种水果保险 对农民的帮助是最大的 休息一会就回来 我们今天保险大PK PK的是三种水果的保险 这三种分别是让我们台湾能够有水果王果之称的香蕉 还有自己本身非常的娇嫩 被称为水果之王的莲物 另外一个就是国民水果巴勒 那我们今天的水果是由台北市天母的市东市场所提供的 看起来不错 好 那我们回来请教的就是每一种水果都有它的特性 有的水果怕热 有的怕冷 有的怕风 有的怕雨 对不对 好 那请问一下 如果以香蕉保险的话 它主要保的是什么 提供什么保障 香蕉收入保险 它保障的就不只是产量的部分 包括价格都有保障 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一个容易遭受天然灾害侵袭 包括台风 豪雨 影响产量 那香蕉有时候大家讲 这个产量少的时候价格就很贵 产量多的时候价格又很低 那焦土焦金这样子对农民的收入缺少保障 所以农委会推动香蕉收入保险 就是不只是保障这个产量 包括价格都在保障的这个范围 所以农民投保了香蕉收入保险之后 在收入上就可以有基本的得到保障 对 当然总監事有提到说 贵的时候一斤 一公斤可能要一百块 一公斤一百 便宜的时候可能一公斤不到三块 我们常常还看到很多人都要亦马亦吃 香蕉 对不对 所以收入便宜可能很大 好 那如果以联屋来讲的话 主要承保的是什么 提供的保障是什么 联屋的部分我们在与农民座谈会好几次 还有就是在我们农粮署的历史的一个 灾损记录的一个数据统计下 那联屋最怕的其实就是我们这边的是 台风的部分 还有豪雨 还有温度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联屋保险的部分 我们就首创有三个保障合一的 三保障的部分 就是台风风速的参数保险 还有降水量参数的保险 另外我们农民还可以再选择就是附加温度保险 所以它在一整年其实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风险的保障 是 那巴勒呢 是 主持人 那我们国内产险的那个巴勒保险 最主要的撑保范围 是根据农民的一个 实际上的一个担心的风险 最主要在根据渔网的经验来看 最大的一个风险是在台风跟豪雨的部分 所以说我们设计这样保险的保单 就是最主要是一个这两个方面的一个风险 那另外它是一个参数型的一个保险规划一个设计 它的特点就是投保简单 理赔迅速 只要是达到这样一个起培点的话 我们会做主动一个理赔 那也不需要做看存动作 所以说我们希望 我觉得这样一个商品可以提供农民更切合需要的一个保障 是 好 那我想请教我们三位农民代表 以总共三位来讲 您自己种植香蕉多久 您有多大的面积 好 我本身是农会的总干事 我本身个人没有种植香蕉 可是以我们农民种植香蕉来讲的话 就像刚才大家所担心的 是 产量高的时候也担心 台风天的时候也担心 是 那我们的香蕉收入保险 跟其他作物保险最大的不一定的点 就是说农民你只要安心去种植完以后 如果是因为价格导致下跌 造成你的收入减少的时候 政府也会给予保险的补贴 是 那因为台风造成的产量减少的时候 那也会来做这个收入的一个补贴 所以这样的一个香蕉收入保险 是除了天然的灾害的一个因素以外 也把我们价格下跌的东西 来去做了一个排除 所以对农民来讲的话 是整个农业收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 是 那蔡先生你该有种莲屋吧 对 我是民国66年开始种到目前42年了 42年 我种得辨基差不多2公斤多 对 对于莲屋的话我是做很久了 是 所以内外修都有在做 但是我是 最怕的就是台风还有雨季 还有一个 一个 一个 遇到冬天 如果 如果 如果冷了以后 因为冷不太特别 他又怕冷 又怕冷 所以人家说他胶贵 对 因为他他刚才冷 10度以后就掉了 他31度以后就掉了 所以这个联务是很难缠 但是不错 但是他的联务的话 你顾得好的话就会很好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这个 对这个保险为什么会那么 会那么斟酌 会那么高兴 因为台风的话 一来的话 我们年份真的 真的没办法 所以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他免贪灾 他只要风采一把风索 有到那裡 他就会 一星期来 他就把你抬下 所以如果他刚才冷 要允 政府的补贴的话 他会等很久 就是 我们有保险的话就很快 因为他是免贪灾 然后看气象局 看日本的气象局 风索有高 他的钱 一星期就给你抬下 所以这就是我们 保险理赔等很久 你就去申诉了 对 对 好 所以以联务来讲 真的是低温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你自己的保险 有保低温吗 低温也有 你有把它加上去 对 好 郑浩姐 你应该也有种芭蕾 有 你种多久 这么年轻 你能种多久 本身种子面积是 就是三分地左右而已 那因为芭蕾的工比较多 所以种子面积相对来讲 就比较精致化 那我从农其实 实际算起大概四年左右 有事嘛 那么年轻 对 好 那所以芭蕾的风险 就是像刚刚林倩你讲的 对 不要怕风怕雨 主要就是风跟雨的部分 是 像风速如果过大的话 可能会造成那个 果实就是会刮花 或者是说落果的现象 或者甚至说果树 会有损伤的状况产生这样 是 那芭蕾的价差 会不会像香蕉这么大 说好的时候怎样 坏的时候怎样 也是很大吗 也是会 只是说起伏来讲的话 相对没有香蕉那么的大 因为如果看新闻的话 比较少看到说 芭蕾自销太便宜了等等这样 好 那各位观众 你对这三种保险 跟这三种水果 应该都已经大概有个概念了 那这个时候就请你 拿起你的手机 扫下我们荧幕上的QR Code 加入我们现代保险好友的LINE 那你就可以上去看 有三个选项 就是分别是香蕉、巴勒、贬物 那你觉得说这三种保险 对农民的帮助哪一种是最大的 你就上去勾它 然后这个结果我们就会公布在11月份的现代保险杂志 也包括我们今天六位来宾的发言 我们都会公布在上面 那你加入了以后要做什么呢 除了票选以外 我们还要送给你一个小礼物 这个小礼物就是10月号的现代保险杂志 讲什么呢 讲让你无感退休 不会痛苦 你做什么准备的时候 你可以轻松的退休 不会让你觉得退休是一件痛苦的事 那另外一个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2019年全台湾最好的产险公司的调查 我们有10本要提供给 来加入我们带好友投票的朋友 我们会抽出10位 好 那你现在扫进来 那当然同时你本来就已经是我们好友的 你就可以不用再加入了 好 那我们就要直接进入我们的PK了 当然上班了也是 但是我们现在更进一步进入到我们的主题 好 那接下来我就要请教我们六位 我们要投保这三种保险 只要我是果农就可以吗 比方说我种香蕉 我就可以吗 那有没有什么条件的限制 比方说种多少面积 什么身份 什么我一定要具备什么条件等等 有没有这些限制 我们还是从香蕉线来好不好 我们香蕉收入保险 目前有一些香蕉的主要产地 是我们的四半地区 包括在高屏地区的像美农 奇山 还有大辽 屏东的高速 离港 还有像高屏地区以外的嘉义 竹崎 大埔 中埔 还有花莲的寿峰 凤林等 以及云岭的林内 湖尾 总共有24个四半的乡镇 21个城堡的农会 那在这些地区只要是种植 香蕉的农友都可以来参加 那面积至少要0.1公顷以上 那有做专业的栽植 一公顷大概是1800株左右 那只要是有自己的地 或是有土地租约 那这样子就可以来参加 香蕉收入保险的投保 是 好 那休息我们再来看 联务跟巴勒什么条件可以投保 立刻回来 作词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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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把我每个梦想认真去追 市办地区是在屏东县政府这边 总共我们会是市办的地区 是在南州乡 访辽乡 林边乡 嘉东乡 严埔乡 等14个乡镇地区 这14个乡镇地区也是占我们屏东的总产值 大概9成以上 主要是它只要是联屋果农的部分 它就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个联屋的保险 是 好 巴勒呢 我们巴勒保险的市办地区 是彰化 台南跟高雄 那针对农民的身份来讲 只要是有实际上种植的这些农民都可以参与 而且面积没有做它的最小面积的限制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目前这三个保险的投保状况 香蕉收入保险是现在刚开始办 那开始这个销售的日期是 今年的10月3号一直到明年的3月底 所以现在很多地方都热烈的在注意 香蕉收入保险的这个推广的动态 那我们希望目前在24个推广的乡镇 可以获得成功 未来进一步扩大 让全国种香蕉的都能够享受到 香蕉收入保险的好处 总共是真的有 以你们农会来讲真的有热烈在反应吗 有 其实我刚才有讲到说 因为收入保险跟一些作物保险最大的差别是 它除了可以避免天然灾害的因素 造成农民收入减少以外 也可以让价格的因素 那如果天然灾害的问题跟价格的问题都解决的话 等于就是农民种植这个作物是完全是非常安心的 是 好 那以联屋来讲的话 目前因为已经开办 应该今年是第二年了 所以应该已经有实际的 是 去年我们联屋保险是首年度开办 去年的大概城堡的农民 大概就是有114件左右 那在今年我们是开办第二年 现在目前统计上大概将近130件农民 有来投报我们的联屋保险 是 好 那保费收入还好吗 很多新闻都会讲说入部付出 那你们目前还好 是 目前我们今年大概保费 大概360万左右 就是针对联屋保险的部分 是 好 那巴勒 巴勒保险我们是今年才开办 是 那大概预计大概有100位农民 参加这个保险 那保费大概是接近100万左右 是 好 那任何时候都可以保吗 您刚刚有提到说是保到 10月开始保到3月是吧 这个因为相交收入保险 必须在它的一个保障的期间 就是在109年的1月到12月 所以它投保期间必须在今年10月3号 一直到109年的3月底 那这样它在109年生产的全年 就能够都受到这个保障 不管是这个产量有受到天然灾害的影响 造成的这个产量变动减产 或是价格有这个下跌的情况 这样香蕉农民的收入都可以得到 所以香蕉收入保险是固定用一年来算 对 当年度的收入 当年度 那如果有农民没有刚好在那一年准时 就是我可能晚一点才保 或者早一点保 因为保险可以投保的期间 从10月一直到明年的3月 长达半年的时间 那在这段期间农友可以考量 它是不是要参与保险 因为我们有这个香蕉 它投保必须 它的植株在100公分以上 那在这个抽税还没有抽税 这样子它大概香蕉收成的期间 大概就在109年度可以收成 那以联雾跟巴勒来讲的话 因为都有保到台风 所以在产险的概念里面 如果已经在台风季了 那还可以投保吗 就我们联雾保险的部分 我们原则上会安排一个销售的期间 会是在台风季前 5月1号之前 我们会有一个销售期间 希望我们的农民能在5月1号 在台风来之前就买好它的保单 做好一整年的保障 那它在那个台风的部分 还有降水量的部分 它也可以顺便把我们的 温度保险的部分也一起加保进来 所以它的保障是一整年的 是 以巴勒保险来讲 在这个巴勒保险所设定的台风期间 是5月到10月 所以说我们这个商品也会在5月之前去开办 从5月1号起保这样子 是 好 那讲到这个保险感觉上很简单 可是很多消费者都问 我要去哪里保 如果以香蕉来讲 要去哪里保 香蕉是到这些开办的24个乡镇的基层农会 那农友只要到就近就在他所在地的农会 投保就可以 那农会收到这个农民的投保之后 就会实地到现场去看 它是不是有做一个良好的管理 那只要是有专业的栽培 都可以来具有投保的资格 那联务跟班 联务保险的部分 我们会在14个乡镇地区的城堡地区 做保单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说明会 那它可以在销售说明会的时候 就可以去投保 那也可以在我们之后销售说明会之后 还会在一个保单的一个收件的一个说明会 这个部分也是会办在农会 对 所以农民都可以去农会来这边做城堡 以班的保险来讲 因为我们开办 是彰化台南跟高雄 所以在这个区域的各农会都可以投保 另外在我们国内产险的各个服务据点 也可以接受受理投保 好 比方说我不是在彰化种芭蕾 我不知道台中可不可以种 假设可以 那我是台中农民 我可不可以跑到彰化去投保 芭蕾的保险可以吗 不行 不行 就一定是我的田在哪里 对 就用我的田在哪里 对 来决定能不能保 对 那我想请教主密 因为我们现在开办10种水果保险 那不晓得以保险公司来讲是 只要他是产险公司他有意愿就可以办 还是说农委会这边会去想说 他有没有 比方说分布据点够不够多 能不能服务农民 有没有这种考量 这个部分 我们目前已经开办了10种水果的保险 那包括全部的农业保险有16种 那只要有保险公司愿意开办的 我们尽量会鼓励民间的保险公司 来乘坐这些农业保险 但是有一些风险比较高 或是保险公司目前还没有开发 那政府就会来开发这种政策型保险 像今天介绍的香蕉收入保险 或是之前开办的四家收入保险 都是属于这种性质 那保险公司有意愿开发 现在很多种 包括我们现在的气象指数型 或是时损时赔型 或是灾害救助连结型等等 有非常多 那目前这些农业保险 我们希望借由事办的成功 那未来可以正式来推动农业保险制度 所以农业保险法目前的草案 也已经完成送到立法院 我们希望能推动农业保险法的一个立法工作 那只要是保险 当然政策性保险可能有不一样的考量 只要是保险要投保的时候 保险公司一定会关心是谁要保 总要有个合保的过程 但我不晓得如果以水果保险来讲 有没有做 我先请教我们两位农业保险的 蔡先生 你要保险联务保险的期 近境到有人来看一下你的联务田 是不是像你讲的这样 有没有照顾法 有这个动作吗 还是你申请的就 没有心情他要看你的面積 不 你要先地断地 是真正有种联务的 确认真 确认真正有种联务 很大一样 对 但是有看你的联务的 种植的状态吗 有吗 这个就要问保险业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会 透过农会的部分 还有产销班的部分 他们其实就很确认这个农民 他是有在实际上在种植联务的 那之后的话我们投保之后 还会在会整的一些相关的 名册和资料提供给农粮署 这边再去做一个确认 是 那巴勒呢 我们也是透过农会跟产销班 去做一个了解 那如果必要时候 我们会做个别的一个 去现场去做查看这个动作 那张小姐你的巴勒园 有被现场看过吗 我们是没有 所以不是特殊的状况 对 但是我们是确实 有种子 好 那下个单元很重要 当然我们讲保险 最终就是回到理赔了 那怎么赔 这三种保险怎么赔 休息会儿 我们会来PK 欢迎回来我们的香蕉联务 巴勒水果大PK 欢迎回来我们的香蕉联务 巴勒水果大PK 好 那我想接下来我们先请教三位 这三种保险会启动理赔的点在什么地方 香蕉收入保险它是计算区域平均产量跟区域的平均价格 来当做一个启动理赔的标准 那以这个香蕉收入来讲农有可以选择保障 基础保障是60万55万或是50万一公顷 一公顷全年度的收入 那用的基础这个产量是用过去五年去投去为 把扣掉最高跟最低的来取中间值的平均产量 跟平均的产地价格来做计算 那跟投保当年度的价格来做比较 那我们看如果以价格下跌的情况来讲 如果109年的时候相交每公顷平均产量 是3万公斤 那当年这个全区平均的产地价格是10元 换上当年度的收入是30万 所以农有如果选择投保50万元的收入保障额度 所以每公顷就可以获得理赔新台币20万元 那以产量减少也可以获得理赔 如果因为天灾导致每公顷的平均产量 减少到3000公斤 所以当年的价格是30元 则换算成区域当年度的收入是9万元 那如果同样选择保障50万元 所以每公顷可以获得理赔40万 因为50万减9万是损失41万 但是因为最高的理赔金有一个40万元的规定 所以农有就可以得到40万元的理赔 而且有一个对农有利的地方就是 因为保费的费用 政府农委会这边补助一半 50% 所以农有只要出一半的保费就可以 如果地方政府有再加码做保费的补助 那农有的负担就会更少 所以农有等于本少利多 那欢迎香蕉的农有多多来投保 那以目前香蕉收入保险来讲 地方有补助了吗 因为现在在开始推广 10月开始开卖 那我们也希望有产地的地方政府 也可以共襄证据 目前还没有 还不知道应该说 当该地的农有可以减少负担 是 好 那联务呢 我们台湾产物提供的联务保险 有三个保障 那怎样的情况下会启动理赔呢 那我来就是这边分别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在台风风速的部分呢 主要是我们如果发布了路上台风警报 那它的台风的一个入境呢 有经过我们城堡地区的一个范围之内呢 它的台风进中心风速每小时 超过103公里的部分呢 就会启动理赔 那在降水量的部分呢 就是如果说我们约定的气象观测站呢 它公布了连续5日的降雨量 它有超过600毫米 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启动 那在温度的部分呢 我们保持是12月1号到3月31号 那如果说它的一个连续的低温 低于摄氏10度 然后它要持续8个小时 我们就会开始启动理赔 那这主要是我们的一个保单的启动的理赔条件 那在保单启动理赔条件要怎么去赔付呢 那我们每个保单会做一个保险金额上面的约定 那刚刚分三项的一个保险的承保条件 每个保单都会约定它的一个赔付的比例 那我们举例这边如果说一公顷 它是保37万5左右的话 那如果以降水量超过600毫米 以去年那个823西南气流来做说明的话 我们在仿寮的这边的南州乡的这边的一个农民呢 我们会启动6%的一个赔付比例 就是37万5这边在乘以6% 就是它的一个理赔的金额 那个保额怎么决定 它要保多少怎么决定 我们保险金额主要原则上是 以它每公顷的生产的一个总成本 去做一个约定 那刚刚我们长官农粮长官也有提供到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试办的阶段 我们是依据那个农产业保险补助试办要点里面 那在中央的部分呢我们是补助50% 那上限它是3万元 所以以这个金额来看的话 我们一公顷如果保我们的台风风数 还有降水量的部分 它最高的保险金额 它可以保到37万5 就是中央补助50% 地方我们屏东县政府目前是补助25% 这么好 对所以农民现在就是 所以要付25%就好 对自己负担25%1万5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对农民来讲 是有一个鼓励他来买保险 做风险分散的一个效果 你们屏东县对你们才好 对 我们屏东馆中第一名 至少有一件事情 证明他做得比别人好 对 那巴勒呢 以巴勒保险来讲 它最主要场保范围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台风的一个强风的部分 第一个是降雨量的部分 假如说在风的部分 只要你最大风数超过10级以上 就可以启动理培 那雨量来讲 只要是连续5天之内 累积雨量有来到300公里 就可以启动理培 其实我们的起培的点是比较低点 那它在保单里面 其实是一个换算表 如果你超过这个起培点之后 有超过多少 算这样一个比例 举例来讲 像谭南来讲 它的风力假如超过15级 它就可以得到50%的一个配偿比例 大概根据保预算比例 就是我们后面的理培金额 是 我们目前开办的10种水果保险里面 我知道它有很多种启动理培的机制 比方说像刚刚两位讲的 都是天气指数参数 那您那个就是收入型 那还有什么政府灾住连接型 区域型 四顺四胚型 那比方说以联务跟巴勒 为什么选择气象战数 因为就是在农业保险的部分 就是跟传统保险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要解决那个实际的 勘摘定损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是 因为在实际去勘摘的部分 可能会对农民在获得理赔的部分 时效上面会有一个落差 所以我们就是以开发参数型的一个保险 就不用勘摘 所以只要那件事发生就赔 是这个意思吗 那巴勒也是这样子吗 就把那个理赔的冗长 捡到最低 好 我们今天社会农民代表 只有蔡先生有理赔经验对不对 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发生什么事得到多少理赔 没有 我 我们是刚刚报 刚刚报案我是看到红胎在后面 他有红胎在那里挪 看到红胎在那里挪很紧张 说不然補一補就好了 刚刚我们的客厅说 可以補了 红胎是有的 你一人进来就会好 结果红胎没进来 佛量很大 达过六百公里 所以我们刚刚那次不是 是補充 補充红胎 结果是 是后来 对 后来 记得到多少理赔吗 有 有有陪到 陪多少你会够吗 不可以 我才 下车下来 你不小心去说 你脚多少保费你记得吗 脚保费有 因为一公件万五千 那这样子算高的还是平均 一公顷一万五 那是你自己负担的吗 对 他自己负担的 你负担的 所以实际上比那个要多很多 对 原则上就是一公顷是六万块 对 我们得六千 那郑豪姐你记得你脚多少保费吗 我们总脚的保费金额是一万八千块左右 因为政府有 你脚化线不出25%对不对 没有 但政府有补足一半 好 脚化线拜托努力一点好不好 好 那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们就要回来同长加印 看看我们今天漂亮的水果 你每天在市场上可能都看到 你知道怎么选 怎么吃 怎么保存吗 休息会儿 立刻回来 好奇妙 每一刻都珍贵 把我每个梦想 认真去追 我们台湾已经开办了十种不同水果的保险 我们今天PK的是其中的三种 PK之后我们轻松一点 因为我们回到日常生活当中 每天都要买水果 吃水果 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我们三位农民代表 来告诉我们 这些我们平常都会看到都会买到的水果 怎么挑 怎么吃 怎么保存 它有什么营养成分 好 那是不是我们先进总监事 来帮我们介绍香蕉 好 其实香蕉就像我手上这把香蕉 我想大家看到了 第一个它的色泽的话 非常的明亮 黄色黄层层的 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它的颜色 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 你看它的香蕉的屁股后面有点绿绿的 所以说它这个香蕉来讲的话 在它的外观的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非常的完善 而且香蕉不一定要选择太大的 或太小的 我觉得都不OK 如果像香蕉来讲的话 像我们这边有看见它有一个零线 有零线的话 表示它的成熟度是在比较刚好的部分 如果它比较过得圆滑的时候 表示它在田间生长的时候 它可能已经过熟了 所以我们找成熟度 如果说我想说 趋线要在 趋线好一点点的 有零有脚 可是如果它变圆滑以后 就表示它有点过熟的情形 可是其实这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每个人吃东西 有的时候如果我想说 要甜分比较高一点点的时候 那我可能可以选择比较圆滑一点点的 或者说我的香蕉在成熟期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 我们讲的所谓的黑斑的时候 其实它表示它的甜度 甜分 糖分是最高的时候 所以其实我们的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 第一个我觉得说 第一个选择我们国产的香蕉 这是一定最重要的 第二个部分就是按照它的外观来讲的话 它比较明亮漂亮的时候 它基本上它的品质是比较好的 我们一般民众怎么会知道它是国产 还是不是国产 基本上我想说 如果是国产的香蕉的话 在我们的销售的据点的时候 它如果是国外的话 它大概都会表示是国外的 所以我想说国产的香蕉最重要 其实我也建议我们的消费者买香蕉的时候 一次不需要买太大的量 最好不要放在冰箱去保存 可是如果迫不得已 一定要放在冰箱去保存的时候 我觉得说我们外面 在放在冰箱之前 我们先用个包子把它包起来 再用我们的一个塑胶袋把它装起来 再放在我们的厨房水果的一个槽里面 这样去保存就好了 可是我还是建议就是说 买适当的量去回去享用是最好的 你刚刚讲保存 像网路上都流行说 叫人家把头切一点 然后包那个保鲜膜 可以保存久一点 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是没错的 可是我觉得说我们国产的香蕉的风味 不需要 好吃到应该不需要放在冰箱里面 我们迅速把它吃完的话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对 那营养成分 因为很多人说香蕉有营养 可是又有人说热量太高 吃了会胖 真的吗 其实我觉得像刚才我有讲到 如果说我们想怕它甜度太高的时候 那我们就不要比较成熟的时候吃 那我们就可能 像目前这个时候 我们来吃的话 如果像我们想要比较减肥 怕糖分太高的 那我们吃这个就OK 那如果我想说 我想要热量高一点点的话 那我们就可能 当它出现斑点的时候 我们再来吃 它的甜分就会比较高 其实像我们的运动员 大家在做大量的一个运动完以后 他就要继续吃这个香蕉 来去做一个体能上的一个补充 所以我觉得这个香蕉来讲的话 对我们的一个农民来讲的话 对他们的收益 可以增加一个稳定的收入利益 可是如果吃香蕉 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或我们的肠胃的蠕动 我们的性血管的一个部分 其实香蕉都是非常的有 我还常听到人家讲说 什么骨头不好的 跌断脚的 不能吃香蕉 真的吗 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一些坊间的一些传言而已 我觉得我们的香蕉 适当的时间 取用适当的一个量 我觉得对我们的消费者的身体来讲的话 都是有益的 好 谢谢 莲物 莲物 漂亮的莲物来了 非常感谢 谢谢各位观众 莲物 莲物要的好价 它就是它的食水 食水 看起来很均匀 这莲物就到底知道 还有脑期限的 就像我们建美先生的蜡豆 有那个七线 一条一条 跟金蜡同样 金蜡有七线 它也感觉很健康 这个莲物算很健康 很好价的行李 你看它有蜡豆 它有在散落 所以它的莲物要熄水 熄水跟溫定 用金蜡来说 这个莲物就已经有高价 尤其是另外有在抓夷甲蚊 这就是它的食度已经高溫 夷甲蚊就是有那个 成熟度过了 才有那个纹路 它有纹路 头上面吗 对 头上面这有纹路 就表示说 这个莲物已经在高溫 10元熟 莲物在高溫 10元熟是最好吃的 因为莲物来说 它的甜度 它的甜度不太好手 它不比金蜡会好手 它不太好手 所以并且说它的甜度 稳定 稳定 起来就会好吃 好吃 它的性温 因为一般吃莲物 就会不会肥 它是热红最好 热红 你放在冰箱 更好 冰过后 它的莲物在吃 会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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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是放冰箱 保存当然是放冰箱 但是有一个重点 如果像有枸桃 用枸桃拿的 用一个双桃 保存就OK了 这样放在冰箱里面 差不多一星期里面 还好 保存的时间 譬如说现在不是莲物的盛产剂 对 所以如果不是当季的吃 也是一样 有什么问题吗 农药放很多 不会 因为莲物的话一年四季 热红 一年四季都有冰箱 但是目前我们评论的话 他差不多在八个位 十两个位就是往后移 因为冰箱最奇怪的是什么 怕冰又怕冰 如果冰箱 北部这边 南部剩下 比较健康 因为刚才冰掉了 因为他在暗梯 刚才夏季的话 就是那 刚才冰在生山 他的温度在十八度到二十八度 适合他生长 是 适合他生长 所以变成说你暗梯 如果暗梯就要我那 暗梯就适合他 暗梯就适合他 了解 他的那不是 是 好 我们现在换巴勒 那我们巴勒挑选的话 就是主要有三 这一棵是我们郑小姐自己种的 对 就是有三字绝 就是主要以 呃 橙 皮 色 那橙的话 就是我们把它拿起来要 橙橙的 然后重重的饱满的感觉 就表示他是 就是 熟度是刚好的 然后水分也没有流失 是 然后 色 皮的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皮 台语讲的 有起竹 就是像 大家跟他们说的 要有那个线条 不要是光滑面 这样的巴勒也是好吃的 然后再过来 第三个是色泽的部分 色泽的部分 一般有些人会买到 就是偏色的巴勒 那为什么会色 就是说他可能挑选到 就是已经 到深绿色或者是淡绿色 这个颜色 那主要我们挑选的颜色 就是在淡绿色到黄绿色 这之间的巴勒是最好吃的 那过黄的话就是会太熟 可能会偏 口感会偏软烂这样 是 对 吃巴勒不消化真的吗 吃巴勒不消化 其实 其实 传统来讲 很多人都会提到说 巴勒籽的部分 可能会造成便秘这些状况产生 可是其实就是 我觉得所有的水果都是适量就好 是 是 蓮污太凉吗 不会吧 不会 蓮污一个盒子 就是说 他吃饭吃了 不要紧摇摇摇 吃饭吃了 不要紧摇摇摇摇 不要紧摇摇 还没肥 对不对 真的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三位业者代表 跟三位水果代表 来跟我们做非常多的分享 非常感谢 谢谢 感谢观看